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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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11點半回地吃飯之後看影片 然後就現在玩了 還有8分鐘就開始1點半新聞報道 我現在就開了MyTV Super 現在這個電腦在直播中 但我現在吃個聲音 因為我待會就準備收聽了 因為現在電視都跪下了 所以這幾天看多愛夢都是在MyTV Super看 但今天是數學測驗和中文閱讀測驗 再加上一年前 一兩年前就正值發生了一些事情 首先說兩年前 記不記得2015年的2月20抽 記不記得2月20抽 我正值是星期四月幾呢 死人不記得做呢 星期五呢2月27號 亦都是我這部手機 現在正在拍這部手機 正值是兩歲生日 因為這部手機用了兩年 我又是2月27號開始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很需要這部手機 然後我買給我 我爸爸就買給我了 在深水埗那裡 然後我還要簽電話卡 開整個電話我買 61726678 然後就轉電話了 換了個電話我買 後來就 然後呢 拿到有個新手機之後 加入個開心 開心之餘 開心之餘呢 回到來了 唉這部新手機 什麼什麼什麼 我忘記了 總之那段片 就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總之這部手機 用了兩年了 已經是兩歲生日了 但這部手機 比較古老 雖然我這部手機 堅硬度比較強 因為我的保護圖 所以跌下來 所以跌了一次 不會那麼容易 然後就是去年了 16年 是去到海洋公園 大家都會知道的 最初的車程就是 立西列線 然後轉全灣線 然後去金鐘站 轉629巴士 去海洋公園 然後搭了海洋列車 然後遇到那些小孩 那些風風聲 有時候拍了影片 不過我沒有放上來 我私隱 其實去到那時候 首先玩的就是 在天空裡面 轉轉轉那個 那個不是摩天倫 然後我建議那些 有病的不好玩 其實呢 我一開始覺得好 我一開始覺得很害怕 有什麼好刺激 因為那些 遊戲比較刺激 今天晚上 我和爸爸玩 那天是20星期六 放假 今天玩完第一個之後 就是要玩 冰極天地的動感 冰極天地的冰極快車 真是過山車的其中一種 在海洋公園 藍色的 然後我們要 那個車要圍繞兩個圈 或者圍繞兩個圈 真的衝過來的時候 拍照 最後 搞定的時候 搞定 應該是 應該是 體驗完之後 就在下面 就有一個 有一個 師姐就說 有一個 那個鳳梅座 快點買來買吧 這些相片可以做紀念的 然後她的售價是198元 然後我叫爸爸 快點買一買一買 然後她說 沒有好苦 然後結果就買了 然後這個相片 就掛在電視機上 還有一年了 第三 就是玩了 在整個海洋公園裡面 最刺激的遊戲 動感快車 最初我看到人家大喊 我覺得她很害怕 但是 我坐下去 真的比較害怕 因為坐下去 首先 動感快車 首先我們放了 國安塵培 我不可以拍片 但為什麼有些人拍到影片 我在看Youtube裡面 我知道她不拍 因為刺激的時候 手機突然會鬆 然後整個手機飛了 出街 然後 開頭 一輛金牌車 上去 然後急速向下墜 然後又在那邊 扭圈 又在那邊 衝 那時候衝的時候 整個嘴都歪了 因為太過衝了 結果 這個遊戲就超刺激 然後第三個就是玩了那個 騰騰轉那個 水池那個 不是 前一個是玩了那個 開車 撞來撞那個 然後就玩那個水池 那個淋濕濕的那個 然後最後就是玩 那個魚礦飛車 又有一次過山車 但是有一點點刺激 又是衝下去的那些 是衝下去的那些回波 又感受到我 然後玩完之後 如果想玩跳樓機 但是 誰知道因為我不想玩 結果我們在那裡的麥當勞吃的東西 一名看人玩過山車 一名吃東西 那時候 那時候 這個時間 就是這57分 唯一來前 正直還在玩海洋公園 然後 玩完之後就回來了 然後 發誓了 以後都不會再玩 因為太刺激了 有想過會再玩 有想過不會再玩 但是後來就沒有再想過 然後 其實去海洋公園的收穫 就是一張照片 那時候就觀察了那個 海洋公園 電視站 大家都知道 海洋公園 南港都線東段 我看到那時候 那時候 還沒開車 因為12月28日 開車 12月28日 開車 但是我拍的那時候 是2月27日 距離總有10個月 10個月 01日 對 是講了那麼多 好 現在我給大家一張照片 看看 先試一下 到現在播出 我現在要開聲 開小一點 開小一點 大家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大家知道 但現在受到59分 這部大家都知道 是計算和計算機 其實你為什麼可以拍計算機呢 其實 你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你覺得很漂亮 想認得它 又或者你貪無聊 所以 其實呢 如果這樣說的話 大家 一定是大錯特錯 在播什麼新聞 好了 那 背後 其實因為 這部計算機的背後 發生了某事情 看來它也要說 今天呢 正直就是 開小一點 正直呢 今天就是數學考試 正直呢 我昨天做的 那份戲做的 零十二點 十幾分 我那時 做完那時 忘記把計算機 放在書包 我那部 現在會是計算機 在台上 於是 我回學的時候 找不到 因為 我忘記 放在家 然後 小色之後 小色的時候 那一陣子 趁我朋友 走了去廁所的時候 我靜雞就拿走了 那一部手機 不是 我靜雞 趁從她的筆袋 拿走了她的計算機 當時我另一個朋友也看到 好像 因為他說 剛剛他看到你 拿我的筆袋 然後 我把他的計算機 放在我櫃桶下面 然後 最後 就溫書 我溫書的時候 看著他 他好像沒有發覺 原來自己 還未找到 那個計算機 他還是不知道 後來 按鈴鐺 收尾的時候 那一陣子 後來 他呢 就 跟一新同學說 哎 糟了 我沒有帶他的計算機 然後 後來 就 想一想 我這樣 拿到他的計算機 我覺得我好像不對 這樣可能令他不合格 他 各位 全國政協常委會 預料明天表決 行政長官 梁振英真寶為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常委 陳永祺說 是代表中央肯定 他壓制港獨的工作 由著北京記者 陳月施報 是這樣的 我可以看到的 全國政協常委會 一年兩天 在北京開會 多個反共全國政協常委 關闊理責據 陳永祺 胡定督和艾德風等 朝早去正面 開會 之後 拿到他的計算機 之後 立即做 我看到他做的時候 是用心算計 最後就做完了 拿到他的計算機 計算 之後 不計算之外 完了11點半 然後就 哎呀 最初我沒有帶計算機 然後這個就是你不帶計算機的後果 然後就說 對了 那你那些什麼體積格的表面 即中的表面 要怎麼計算 然後我只塞一條式過去 然後就沒有計算 哎呀 我覺得這樣真的做得不對 那我真的要道歉 一年之後呢 我猜他鐵定百分之六十 可能不敢 但我又不知道 我就好像 我好像 成家眉府 那樣 然後被我走了 他買飯 他買飯的時候 又碰到 我朋友 我一身同學 他說他吃的 然後就跟我講這個 哎 剛才呢 他就說 你 你拿了個筆袋 然後就說 是的 我拿了筆袋看看 一些東西 然後就說 你是不是拿了筆 沒有拿筆 因為 如果我有筆 就不用問你拿 機位就說 那你有沒有帶計算機 我是有 我真的說了 是有的 然後你拿來看看 我給我拿了書包看看 然後真的沒有 算了 可能他真的留在家 其實真正的 其實我們把計算機 都放了好人 所以他看不到 那我也要想辦法 在計算機還給他 還有花學 花學要計算 沒有 那就真的要 在化學之前要給他 但問題是怎樣給呢 很難給的 他就懷疑是我偷的 算了 真的要不說我偷 那就死得人 我真的覺得對不起 真的不好意思 這位朋友 可能你 可能令到你不合格 我還是要玩給你 對不起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過分 總是覺得 真的 真的 我覺得他沒有計算機 因為 現在我桌子裡面 沒有計算機 所謂拿計算機 是因為我 特地 診他去廁所 特地慢慢抽了 他的計算機 然後關上 他的福袋 都不能中 或者職買 這個 沒有 沒有 那 就是 阿 千田萬激出生渣 烈火焦燒 若冷下 粉身碎骨全一拍 要留清白在人間 搞定了,不斷試,拜拜